大家好,我是池毅 通常录这个品读会都是在录音棚里录 今天呢,我是跟何璐璐来到了一个森林公园 在草地上来录 我今天是在咖啡馆找到了一本 是张海迪老师的生命的追问 张海迪老师呢,受过很多苦 但他一直是孝着面对生活 给我们做一个乐观的好榜样 今天呢,我就要读的是其中的一篇叫蓝色的斑马 那一天,我变成了一只蓝色的斑马 我曾经那样喜欢斑马 我几乎喜欢所有的动物 我有一本很厚很大的书 世界上的动物 有一次我住医院 爸爸将那本彩色的大画册送给了我 爸爸说,翻开这本书 你就会走进一个动物园 就能认识各种动物 它们是你的朋友 也是人类的朋友 我喜欢那本书 我每天都要一页一页地翻开 书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动物 我在动物园里从没有见过 比如凶猛的美洲豹 善于奔跑的袋鼠 鸡翅灵敏的金花鼠 整天无精打采的小懒猴 过去我只见过狐狸 大象 梅花鹿什么的 我和书里的动物成了朋友 一捆起那本画册 我就会忘记疼痛 难来的时光 也仿佛过得快了许多 就在那本书里 我认识了斑马 在我翻开的画页上 是一片金黄的草原 一群斑马正在轻松 而悠闲地躲步 很黄眼的太阳 照耀着它们身上 黑白风鸣的条纹 那一页上写着 在非洲肯尼亚辽阔的草原上 生活着成群的斑马 斑马全身长着美丽的花纹 那时 我很想去看看 非洲的原野 看看那里的斑马 可是自从那一天 我变成了一只斑马 我就再也不愿意想起斑马 我甚至忘记了 世界上还有斑马 整个病房 都激荡着刺耳的尖叫 门猛着被打开了 一群护士飞跑到我的床前 他们要我别哭 别叫 别闹 别吵 他们按住我猛撞重来的脑袋 他们说 你要听话 你要安静 我跟他们对着干 我发疯一样的叫着 我不听话 我不安静 医生来了 握住我冰冷的手 让我靠在他的胸前 他说 孩子 一切都会好的 你最好睡一觉 睡一觉就好了 我重有疼下 我累极了 医生护士走了 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又翻看到那本世界上的动物 我轻轻地堵着 在非洲 肯尼亚 辽阔的草原上 生活着成群的斑马 斑马全身长着美丽的斑纹 我看见那群斑马正在追逐游戏 一只蓝色的小斑马 正向他们跑去 他的眼角还挂着闪亮的泪珠 今天的品读就到这里 我希望暑假的时候也能 大家像我跟何洛洛一样很开心 也可以像张海迪老师那样 校对生活就好了 我是慈懿 下期见